大家好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先做个硬广 我们在3月17号到22号 准备组织大家去扬州镇江南京三地进行游学 这三个地方都是江南著名的古城 江南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 但是也不乏铁血豪情 所以这三个地方一说景点 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 比如说什么中山陵 明孝陵 这些东西大家都去过了 扬州的史公祠 大明寺 然后比如说像镇江三山 郊山 金山 北顾山 但是你没跟我去过 所以我就不在这儿 跟你再详细的介绍这个景点了 咱们到了当地之后 我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 如果您想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报名了 非常期待跟大家江南见 好 咱们言归正传 咱们平时总是说 这个吸烟有害健康 这个吓得我赶紧抽一根烟 然后以后再也不听这节目了 那有人就问了 这个既然吸烟有害健康 为啥咱不能像禁毒那样 直接把这个烟给禁了 这个想法说实在来 根本不可能实现 烟草的市场需求量太大 你没法进 而且上边能从这里边收取海量的税收 也没有必要进 其实禁烟这种事不光今天进不了 古代也进不了 咱们中国明朝末年 崇祯皇帝都搞过禁烟 跟崇祯同时代皇太极也发起过禁烟运动 不过运动完就发现 这东西根本就进不了 烟草这玩意儿是起自于美洲 16世纪开始 欧洲旧大陆的人开始学着抽烟 并且通过殖民贸易传播到了全世界 17世纪烟草就传进了中国 当时烟草进国门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被日本的商人带到了朝鲜 然后传到中国的东北 还有一条是从菲律宾传入福建 一南一北传播时间 大约都在明神宗万历末年 所以不久很多中国人就学会了抽烟 抽烟有驱寒 止恶 防蚊这种作用 对于吃不饱 穿不暖的明军士兵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麻醉剂 因为明朝跟女真战事频繁 士兵在这儿驻军多 抽烟的习惯在当地影响很大 另外明朝跟朝鲜的商业贸易 都是在辽东完成 所以东北地区就成为早期烟民的聚集地 当时由于烟草没有在内地大规模种植 因此烟草绝对是可以化入进口奢侈品的行列 还一度成为外交中的国礼 黄太极跟驻扎在朝鲜的名将刘兴志一和 他赠送给对方的这个礼品当中 就包括烟五十刀 还顺手赏赐了使者三十刀 这里边的刀呢 是专门针对烟的计量单位 一刀是一百张烟印 五十刀呢 就是五千张烟印 后来朝鲜向黄太极称臣 在上贡的物品当中 除了比较传统的珠宝马匹银两绸缎 还有很多呢就是烟草 另外黄太极在笼络那些蒙古族的这个部落首领的时候 往往也会选择烟草作为礼物 久而久之 这个烟草啊 想低调都很难 是吧 罗尔哈市的几个儿子都有很大的烟印 全是大烟枪 多儿滚晚年身体不好 就会经常抽烟提神 满洲人民的烟引上来了 问题就来了 咱们刚才提到过 这个烟草都是从朝鲜来的 数量有限属于奢侈品 自然不是寻常百姓能抽的 而烟这个东西呢 成瘾性很大 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也要抽 跟后边的鸦片有一拼 不少八旗兵宁可把盔甲武器卖了 也要换烟抽 这带来的后果呢 不单是战斗力下降 而且呢导致银两迅速外流 长此以往就跟林自虚说的一样 中原岂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冲响之银 鸦片阵争那一幕 就要提前二百多年上演了 所以黄太极当机立断 下达了禁止平民官员抽烟的禁令 而且呢规定私下不能种植 如果发现有人用烟草 衙门就会以偷盗罪论处 绑家八日 游市八日 罚银九两 如若有人举报 就会把罚银赏赐给他 如若有人知情不报 且试图包庇一并获罪 然而呢 这个禁烟的效果 只能讲徒劳无功 民间抽烟情况还是很严重 这是因为黄太极的禁烟范围啊 只仅限于老百姓 宫廷里呢 依然是烟雾缭绕 随便哪个大老爷的家谱 抓出来一把烟草 老百姓就烟抽了 对于禁下不禁上的做法 黄太极的侄子 贝勒撒哈莲就劝过他 那如果想永远禁止烟草 应该从陈等贝勒开始 黄太极自有一套说法 那不行 朱贝勒所用 哪是小民所能仿效的 我之所以禁烟 是因为看到有些家庭条件不好 连填饱肚子都费劲 还要散尽家财买烟 这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呢 我才要禁烟 而且黄太极啊 不是不想管贵族 而是不敢管 他登基之初虽然是大韩 但是权力不是一手遮天的 戴善阿民 莽国尔泰 四大贝勒共同执政 有什么事四个人伤那么来 论年龄那仨都比他大 是排大贝勒 二贝勒 三贝勒 他是四贝勒 逢年过节 黄太极还要带着自己的孩子 给仨哥哥拜年 如果一刀切 让整个后金都禁烟 肯定会触动 另外三大贝勒的利益 那哥仨不可能同意 因此禁烟只能管百姓 不管皇亲贵族 那你这些大贵族带头抽烟 百姓肯定是上行下效 一问烟草哪来的 大贝勒府上买的 根本就没法管 所以这场禁烟运动 推行不久之后 就不了了之 随后几年 黄太极逐渐分化瓦解 另外三位贝勒的权力 把自己变成了 实实在在的一把手 于是在大清重得四年 再次宣布禁烟 不过仅仅过了七个月 就发生了三十多起 和烟草有关的案件 涉案者从平民 到八七中层干部都有 眼看烟民这么执着 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清朝的烟都是从朝鲜来的 于是黄太极下令 关闭两国之间的烟草贸易 连使团入境都要搜身检查 是不是带烟了 不过上有政策是下有对策 朝鲜的人质们手里有烟 当时黄太极把朝鲜的国王 和一些大臣的儿子 扣押在圣经当人质 居住的场所叫质子馆 这些人可以以自用的名义 向国内要烟抽 后来一些达官贵族 发现这地方有烟 就跑到质子馆花重金 向这些人质求购烟草 久而久之不但形成一条立一链 而且烟草价格是一仗再涨 黄太极担心银两外流的现象再次出现 而且比以前哪次都严重 重得六年 黄太极不得不下令废止烟草令 恢复了和朝鲜的烟草贸易 允许老百姓自己种烟 如果要拿到市场上卖的话 收重税 并且禁止购买国外的走私烟 一旦被抓就是斩立绝 就这样 东北地区就开始了广泛种植烟草 并且逐渐在满足的生活当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东北几大怪里就有一条 叫大姑娘叼着大烟袋 关东腰也成为东北地区 玉满全国的土特产 在清光绪年间 东三省的烟税达到200万两白银 买这个定远 镇远一艘是62万五 你想想能买三艘铁甲舰 复复有余 咱们回过头来一看 黄太极的禁烟令 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首先烟这个东西成瘾性特别强 制作工艺又比较简单 同时对人体的危害 它又不大 它不像冰毒 海洛因 它不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从人的角度看 这个抽烟上瘾 跟爱喝酒 爱喝可乐 爱打游戏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把后三者一股脑的禁了 这根本不可能 美国当初有过禁酒令 最后也以非常荒唐的形式结束了 这是反人类的 既然不能禁酒 禁可乐 那为什么非要禁烟呢 一切的禁令都不能建立在违反人性的基础上 哪怕你呢 再正义 好了 关于黄太极禁烟 咱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